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管理局巡警抓走了狗妈妈和大部分的狗宝宝 只剩下小黑狗和猫妈妈以及几只幼猫 从此小黑狗便被猫妈妈收养 一家人忐忑地生活着 此时动物爱好者卢卡斯和女友 时常会带着一些食物和水来看望小猫和小狗们 慢慢地动物们对这两个人类放松了警惕 而小黑狗对卢卡斯的好感也日渐增长 终于有一天在卢卡斯和女友来看望他们时 小黑狗控制不住冲向了卢卡斯 于是她便顺利成章地被收养了 并且被取名为贝拉 从此贝拉在新家与卢卡斯一家幸福地生活着 然而他们的房东是个动物厌恶者 为了防止贝拉被发现 卢卡斯只能在房东查管道时 把贝拉带到自己工作的退伍军人疗养院 温和又聪明的贝拉仿佛就像是天使一样 抚慰了伤财老兵千疮百孔的心 也因此尽管疗养院不准养宠物 但大家还是偷偷把贝拉当成了亲密的地下伙伴 好景不长 贝拉的存在还是被发现了 动物管理局给卢卡斯一家送来了最后通牒 如果他们再不把贝拉送走 那么就会派人把贝拉抓到动物收容所去 一家人因此忧心忡忡 某天淘气的贝拉为了追一只松鼠 独自跑到了大街上 被动物管理局的巡警撞了个阵着 他们告诉卢卡斯 要是贝拉第二次被抓到 就会被立刻执行安乐死 迫于无奈 卢卡斯只得将贝拉送到了400英里外的女友亲戚家 虽然新家一切都好 但贝拉还是日夜思念着卢卡斯 终于有一天 趁新主人不留神 贝拉借助爬梯翻墙逃了出来 开始了她的回家旅程 鸡肠碌碌的她又累又饿 只能跟流浪狗群一起翻垃圾桶寻找食物 当夜幕降临 贝拉发现白天一同觅食的流浪狗们 各自都有自己的家 她不禁黯然伤神 而在丛林中 贝拉巧遇了一只小美洲狮 她的母亲被偷猎着打死 无依无靠的她只能一路跟着贝拉 小美洲狮的遭遇 让贝拉想起了自己被迫与母亲分开的往事 于是善良的她决定承担起照顾小家伙的责任 某天赶路的他们被狼群包围 幸亏三名人类探险者出现赶走了恶狼 然而就当探险者拨打贝拉狗牌上 刻着的卢卡斯的电话时 小美洲狮的突然出现 吓跑了三个人类 也因此 唯一能与卢卡斯取得联系的狗牌 也不慎丢失了 转眼来到了冬天 茫茫雪地里 贝拉突然听到了同类的叫声 她兴奋地跑过去 遇到了苏木达奇和她的主人 两只狗互相呼唤着 没想到此时突然雪崩 达奇的主人被埋雪下 她与贝拉则被两名滑雪爱好者救下并收养 有了新家和新的伙伴 一切似乎都很美好 但贝拉内心深处仍然思念着卢卡斯 她始终认为卢卡斯才是她唯一的主人 有卢卡斯的地方才是她的家 于是不顾达奇和新主人的挽留 贝拉再一次踏上了回家的路 但不久 一个衰老的流浪汉发现了贝拉 再次收养了她 然而时日无多的流浪汉 很快便死在了河滩上 要命的是 她死前还用铁链将贝拉与自己拴在了一起 就在贝拉快被渴死的时候 奇迹再一次降临 两个少年发现了贝拉 并解开了锁链 使她重获自由 回家的路依然充满着危险 在穿越丛林之时 贝拉遇到了狼群 此时一个大家伙突然出现 三两下便解决掉了所有恶狼 原来她就是已经长大的小美洲狮 就这样一狮一犬结伴而行 这次换小美洲狮来为贝拉保驾护航 贝拉又一次踏上了回家的路 最终丹佛氏又一次出现在了贝拉的眼前 小美洲狮在护送贝拉回到自己的城市之后 也转身走向了丛林 历经重重艰难险阻之后 当贝拉重新站在昔日和卢卡斯 一起生活过的房子前面时 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半 这座房子早已换了主人 卢卡斯的气味已经淡得快闻不到 就在几乎要绝望的时候 贝拉突然想到 或许可以去卢卡斯当年工作的疗养院看看 果然在那里 她不仅见到了当年的退役老兵朋友 还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卢卡斯 重重磨难终于过去 贝拉和卢卡斯一家 重新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这只叫贝拉的狗狗 用自己六分之一的生命 耗尽所有体力 通过蛛丝马迹和仅有的记忆 苦苦奔跑着 只为回到主人身边 而牵引着她的那条无形的绳子 就是狗狗对主人的爱 这个故事来自电影 《一条狗的回家路》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喜欢我的亲 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